您在安徽当地是不是也算是大小一名人了 没有没有 算不上 算不上 其实呢 我这些年的努力 得到了我们安徽省委政府宣传部 给我颁发了一个证书 是《安徽乡村文化带头人》 然后呢 也在我们安徽那边 也号称安徽七人称号 我也经常参加我们一些公益演出 就在2018年的时候 我参加的是 我们泵姆市有一个爱情协会 然后到我们立我家有接近200多公里 200多公里参加一个 给留守儿童送书包 送文具 送桌子这一类的 然后我去现场跟他们做表演 小朋友看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特别棒 叔叔你好棒 收徒了吗 我有八个徒弟 现在就主要就靠表演 主要靠表演 然后我在今年的那个舞端 端午节嘛 然后给我也参加了一个活动嘛 就是爱情活动嘛 就是给那个建筑工人 环卫工 给他们送粽子啊 给他们做表演 对 我经常做的爱情工艺嘛 您要是说靠这个赚钱 您是养家糊口 那没办法 但是您要说 把自己这本事去做工艺 我对您是刮目相看的 谢谢 您说了这么多 刚才说 小朋友们都说 叔叔您特别棒好棒 你的孩子怎么看待你这一身绝活 其实我走到现在呢 我也非常感谢 我也非常感谢我家孩子 我家孩子呢 给我的支持的力量是很大的 必定呢 我们是单身家庭 因为我带着孩子一起过日了 由于从来我孩子在电视上看到 看到别人在电视上 别演这个节目 唱歌呀 演杂技呀 我孩子就跟我说 他爸 他说你看 电视上那些人表演 和你表演都差不多 还有的没理解的好的 他没能上电视 你能不能上电视 我当时听他这样也说 我心里就想 哎呀 我能不能上电视 我也想上电视 可以 但是你必须 你的技术过硬 你才能上 你没有技术 没有相当的技术 你是上不了的 我听他这样讲 听他这样也说 我就在家了 就是用心的练 下功去练 练了一身绝活 我才有机会上电视嘛 在一次上过电视之后 我让孩子 你看我上电视了 我还给我上大幕子 爸 你真棒 他说你日我学习这榜样 所以说呢 我就在想 所有无论大人 还是小孩 只要有梦想 咱们一定要坚持 我相信坚持就能成功 孩子叫什么名字 我家儿子叫丁浩南 今年15岁了 这次知道来参加 《非你莫属录》 知道 刚才还给我通电话呢 他说 他说我爸你现在 是不是到电视台了 我说是的 加油 一定加油 我想你放心了 我绝对加油 那你现在要不要 在节目里跟儿子 说两句话 我的儿子 就能成功 就能成功 我老儿子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好吧 好 谢谢大伯老师 谢谢丁有意 来到《非你莫属》 谢谢您带来的 绝活展示 感谢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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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